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调去了监控 然后看到有两个男子 其中一个男子是骑着电瓶车载着后面那个男子 当电瓶车靠近女子的时候 后面那个男子把手伸出来 然后那个车子就扬长开走了 事发太过突然 小美只看清那名男子穿着绿色短袖 三四十岁的样子 民警研判分析 连夜追查 第二天凌晨两点多 在萧山鼠山街道一个工地宿舍 抓获了嫌疑人唐某 经过我们的审讯 他最后还是交代了自己猥亵的情况的 他最后表示自己酒喝多了 还有一方面就是自己的老婆平常不住在这里 嫌疑人唐某四十一岁 河南人 目前已经被萧山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我们也是建议 尤其是女孩子晚上出行的话 最好是结伴而行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